台資大道 林極營 何文堅 剛才說了今天的社評主要集中兩個話題 一個是公屋加租 另一個是網約車方面的規管 星期五會上立法會 網約車規管的調查方面 會在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交代 另外公屋方面加租有機會完蛋實施 加租一成 我們請來立法會議員 是房委會支付房屋小組的委員 梁文廣和我們談談相關話題 先現早上 文廣 早安 各位聽眾 你又要下區 又要在立法會 房委會開會 公屋居民對於公屋加租一成 延後三個月 到明年一月才起動 初步的反應是怎樣 昨天在社區都聽到很多公屋的街坊都說 要加租都沒辦法 我們自己跟他們說 現在也是沒辦法 因為根據那個法律條例 其實是一定要兩年做一次調租 而如果調租是觸及了那個 就是加租的上限 就是10% 是一定要跟著去加的 就沒有房委會說自己 我不加10% 我加少一點 在法律上也不容許房委會這樣做 所以在今次的那個 中屋住戶的那個收入調查裡面 得出超過10%的一個租金 那個人工升幅 收入升幅 所以租金也要上升到的上限 這個我只能夠和大家說 都要接受 亦都要跟法律 要跟機制去辦事 但是我們都會不停跟大家說 我們會繼續爭取 是否可以再優惠一下那個 調租的機制呢 令到那個租金的升幅 可以更加貼合公屋居民 基層市民的那個生活的情況 但是昨日 何永賢局長出來都說 就是房委會都面對這個財政壓力 你當公屋的數目越來越多 維修保養 一些舊的屋邨要大翻身 其實開支都很巨大的 那租金就算加了 其實夠不夠在房委會的開支 就是還要起新的公屋 那條數目是否為不為了皮 其實有這個問題有兩部份 第一就是我們都要重新 房委會的財政 和要不要加租 其實完全沒有關係 應該是兩件事 是 完全是兩件事 就算房委會財政有多差都好 因為加租只能夠透過 法例裏面的要求兩年 做一次收入評估去調出來 所以你看到因素裏面 和房委財政是完全沒有關係 這是第一樣 第二就是本身我們政府 房委會提供一個 住屋的安全網給經驗市民 其實都不是要為了收回的成本 我們不會說今天我沒有錢 所以我不再提供連租屋公屋給舉民 這個都不是說得通 當然我們希望可以盡量做一個可持續 所以希望可以在租金上 盡量收回平日的營運成本 這一點其實我們都看到 在年頭的預算裏面 如果這次計算到 如果真是加足那個數 其實是可以 至少可以先頂住 但是這次好像有三個月的一些普通租戶 它有一些架幅的寬免上面 可能也會令到房委會在財政上面 會出現一些紅色的赤字 我想這個已經是一個平衡 就是房委會的財政可以長遠地持續 以及在公屋居民、基層市民生活中間 拿到一個平衡位 都體諒了他們的生活的足金建築 所以做這件事 我想是期望房委會不是要靠加租去收回的錢 相反是在未來怎樣去開源 去增加收入 我想這個才可以令到 我們公共房的政策 達到一個可持續的最重要方向 你看現在公屋的租金 那個調整機制 其實有些批評說有些滯後性 當中其實有些什麼檢討的空間 特別是我們當前的經濟 其實都變化得很大 和變化得很快 怎樣可以緊貼呢 當然第一件事 就是在那個機制的計算元素裏面 因為在現在 其實基本沒有 就是完全將一個通脹的因素 放在裏面 那可以大家想像就是 我有工資加 但是如果我的通脹是比較厲害的 就是外面的錢更加不見用 其實加了工資是追不到通脹 那如果你純粹只是計 薪金上升 再加租 那其實就會令到公屋居民 會百上加更 就是你的錢不見用 你還要再加租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方向 第二就是其實現在 在基層市民裏面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住在公屋 那其實現在的最低工資 已經是做到一年一減 那就是說基本上 我們最低工資 都可以可以預期 都會每年都會有一個基本的上升 那你可以想一下 基層市民住在公屋 而他坐的最低工資 會不會每年都升 那是不是代表了 每年的公屋中間檢討裡面 已經是每一次公屋中間檢討裡面 已經有一個基本的加幅 已經存在了 但是我們不會想著 拿最低工資 或者基層的市民 他收入多了 每個小時幾元 就是等於他有錢 其實他要面對外面的 經濟環境的因素等等的改變 他自己的生活上面的一些安排 那所以究竟在未來 就是最低工資的轉變 和我們公屋居民收入 和公屋租金的關係 我認為要做多些政策的研究 和數據的分析 去看看是不是還有一些 調整的空間 去令到那個調整 我們不是不加速 或者不是不調整的租金 但是要更加貼合市民生活的情況 其實外國都研究了 最低工資 很多時候都是對於基層 即是數字遊戲 你加了最低工資 但是用最低工資敏感的行業 譬如連鎖快餐店 那些員工都是最低工資的 他又要加了最低工資 他又要加了最低工資 餐就加貴一些 那麼同步 差不多追蹤了十年八年 很多研究 那麼香港沒有人做這些研究 但是其實你目測的印象都差不多 你又取得工資之後 你現在快餐店 早餐現在都四至頭了 隨時 即是基層要日食 即是一家人 即是很多錢 類計 但是跟梁文廣講 剛才那個房委會的問題 看看房委會的運作帳目 其實二四、二五年都有赤字 在說出租公屋那邊 由11.6億 現在加租之後 大跌到5.9億 但也還有5.9億赤字 其實這個狀況 即是說現在交租 交租都不夠 燈油火納那些維修保養 這個情況是怎樣可以改變呢 正如我剛才所說 就是那個運作的開支上面 就不是完全單靠租金去給的 因為你沒有可能的 因為你的公屋一定會越來越多 那你那個日常的營運開支 也會隨著屋邨的那個 來扭寧或者設施的變化而增加 那這個就是 沒有辦法完全用租金去處理了 那所以房委會究竟怎樣可以開源 去彌補回相關的開支 包括其實我們一直都說 在未來出租和出售資助房屋的比例 是不是可以改變呢 因為在房委會收入裡面 其實出售資助房屋 是佔了很大部分 全大部分都是那裡來的 那這個當然要在未來 我們供應的充足之下 就可以做一些調整 第二就是我們的商業設施 雖然現在我們公屋的商業設施的 空置率其實是比較低的 但是也都這樣說 我們政府提供商業設施 這並不是要跟私人機構一起看齊 就是他們空置我們空置 我們不是為租籍而立空租的 所以這一天都可以想一想 究竟現在空置的一些地方 怎樣可以有效利用 甚至找到一些合適的租戶 甚至我們說 即使它是給優惠租金的 慈善機構社福全體 是不是都可以調租給他們 你不放在那裡 那你就會有收入 亦都可以為到房委會 可以增加一些租金的來源 所以這個我想都是幾方面 不是純粹單價租金 在其他的收入都要去想一些辦法 剛才你也說到 即是接下來還要供應量方面充足 其實現在目前 你自己看回 公屋的輪候都超過5.5年多 5.7年了 其實未來那個供應的情況 你怎樣看呢 現在看呢 如果我們所有的一些供應房屋 興建計劃都可以如期落成 我都相信是可以 好像政府的預測一樣 可以去到未來十年長策 後半個月其實是可以有充足的 供應房屋的供應的 亦都可以將一個輪候的時間可以縮短 但這個也是很取決於 第一就是剛才我們提到 政府怎樣監察著相關的計劃 可以如期落成 另一方面 都是要在中間 包括我們經常提到 如期落成之後 怎樣可以優化居民上樓的時間 或者在他排隊的時候 怎樣可以讓他早些 去分配合適的地方 讓他選 不要說我要選三次都要選 你一選多一次 其實你也會令到相關的 派樓的程序會有些延長 所以在無論是建屋的時候 或者在偏配供應火 給輪候刷 排隊的市民的情況 都可以一路要做些功夫 在這些位置細節 每些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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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可以將輪候時間縮短 輪候時間 取決於輪候的人有多少 但有多時防衛會 傾向部分委員 要放寬入息的上限限制 即換句話說 收入越多的人 都可以有資格去排公屋 這樣不斷地上調的時候 其實那條隊 真的會無限延伸 那是否真的要針對 一些最需要幫助的人 讓他們分梯街 分組別 不是說一條龍 抵擂政策 你倒入這條錶 在一條線 就可以排 令到最水深火熱 反而得不到幫助 我想現在在公屋輪候策 的資產入息 那個申請的門檻 我相信現在是暫時 是可以拿到一個平衡的 因為你現在看到這條隊 有聚地消化中 輪候時間也都是 慢慢地向一個好的方向走 那現在這一刻 當然是取得一個平衡 我們未必需要完全改變 因為我們 起碼我們是覆蓋到最有需要 給到基層住屋的市民 他們有一個安居之所 我想現在這一刻是這樣想的 但是在未來 剛才我們講的 調租的時候 都看到最低工資的影響 因為你慢慢慢慢 最低工資一路上升 你也會影響到 公屋申請者的收入限額的數字 甚至有些人看到 我拿最低工資 如果我做足了 剛剛好做完 你可能已經超過那個限額 就是單人或者兩個 他未必可以再申請公屋 這個也是不是說 他原來拿最低工資都不合乎 就是申請公屋資格 是不是要他不要做事 可能這個也在社會上 也有一個討論 所以剛才我們提到 最低工資對於公屋申請者 對於公屋居民的收入等等的影響 是真的要做一些研究 和數據的分析 才可以去剛才提的 那個是不是要 無論租金也好 或者申請的門檻也好 是否要去拿到一些基礎的底 去做這個決定 這個是要做的 這也是很靠你們去推動 另一方面 就是議員 其實應該都關注著網友車這個話題 文講怎樣看網友車平台 這方面的情況 週五就會上立法會 那個研究 是 這個我想文件大約都 大家都在不同的媒介 或者現在都可以看到正式的內容 我覺得很清晰的 平台我們要規管 因為我們真的要給到一個安全 合規的一個服務給到市民 現在大家看到網友車 都真的是市民一個比較 我想都是一個挺平常的選擇 你說現在完全不給或者是怎樣 我想這個都是不現實的 也會引起社會的一個震盪 這個安慰的方向是對的 但是同一時間 我們怎樣可以 既平衡到網友車對市民的需求 另一方面也可以透過網友車的競爭 平台的競爭 去令到的士的行業 也都同一時間有進步 而不是他們互相惡性競爭 大家都一起死 而是一個良性競爭一起進步 我相信在這份文件裏面 是一定要觸合的 包括其實在未來 我們做網友車平台規管 甚至 其實政府都沒有關到後門 網友車或者叫做 裸牌的私家車出租車 究竟是 數量是不是要轉變 未來要研究 同一時間 的士的服務 我們有什麼具體的方式 是可以令到它的服務可以提升 另外就是車隊 引入了的士車隊之後 它的服務表現的評估 我們又要怎樣去做一個 離定 就是我們有沒有KPI 給他們 原來的士 車隊進來之後 的士的服務 原來的評估 是上升了多少 這個也要做監察 最後就是 剛才提到 私家車 出租車的執照 許可證上面的數量 是不是都要同一時間提升 如果這幾樣東西 包括的士的服務 的質素的上升 那個出租車 許可證的排照數量 都要去檢討 都做完了 有個結果 然後我們再去實行 網約車平台的 那個法規上面的規管 那麼這幾樣東西 同時做才可以 令到整體那個 我們的點對點交通服務 可以有個提升 否則你就會知道 打死一邊 另外一邊就沒有進步 那其實對市民 不是一個好事 市民都有選擇 對好事 市民現在上班了 現在就說要叫車 叫的士 叫網約車 我記得看《哥斯拉》那套電影的一集 就是那些日本政府 去笑日本的官僚 成立一個跨部門 應對怪獸聯合小組 整個招牌出來開會 然後開得會 每隻怪獸都打到來了 其實拋來拋去的問題 希望現在有個方向 是不是要用舊的 出許可證呢 再研究 是不是要全新用網約車的許可證 希望快點研究 與時並進 今天跟阿文講 聊到這裡先 謝謝